生仙山不是真的生仙之地 而是到天宗专门用来专门招收弟子的地方 生仙山下 足足上万少年少女聚集于此 其中步伐青州上 那些个世家皇朝的子嗣 但此时这些世家公子皇子现在的脸上 都满是尊敬之色 云因无他 到天宗乃是青州第一大宗 无数皇朝宗门世家臣服 在这里耍少爷脾气 人家可不会惯着你 本作乃是负责尔等试炼的长王 接下来的话尔等且仔细听好 到天宗收徒 第一项便是明根觉醒测试 明根觉醒测试达中品者 可进入我到天宗下一轮测试 尔等可听明白 我等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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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开始吧 场上的万人 唯有5210位少年少女 通过灵根觉醒测试 拥有中品及以上的灵根 仅仅是灵根这一关 便淘汰了近一半人 好险好险 还好我觉醒测试出有中品木灵根 不然就这样打包回家去的话 老爹肯定失望死了 苏南姑娘 我觉醒测试出了上品火灵根 只要通过所有试炼 绝对可以成为内门弟子 保不准将来还会被长老看上 成为真传弟子 不若你与我结成道理 将来我定然助你修炼如何 陈公子 恭喜恭喜 你觉醒出了上品火灵根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不过结成道理还是算了吧 因为我还小 苏南姑娘 你们苏家 与我们陈家同在平玉城 相信你将来会回心转意的 嗯嗯 这个臭丫头给脸不要脸 她陈绍华看上的女人 还从来没有搞不到手的 就算你苏家在平玉城 和我陈家一同号称平玉两大家族 不分上下又如何 如今自己觉醒测试出上品火灵根 败入内门是最基本的 还极有可能被长老看上 直接成为真传弟子 到时候简简单单一句话 你苏家敢不把你奉上 恭喜尔等成功通过灵根觉醒测试 接下来尔等便要从此地出发 凭借自己的实力 登上生仙山顶上的生仙台 抵达者即可成为我道天宗弟子 现十一日 一路上尔等会遇到各种幻境 与蛇虫猛兽 这些都是为了测试尔等的心性 还有检查尔等之中 有没有混入魔道中人 安插进我宗的间隙 途中若遇到危险 想放弃试炼者 大喊一声放弃 便会自动传到此地 试炼结束后 没有通过试炼的人 也会自动传送到此地 好了 开始吧 若我没猜错 此女便是水月皇朝的那位公主 水面窑吧 天赋不错 极品水灵根 可如我静月山 本山主要亲自收她为徒 你静月山教的都是些 尚不得台面的暗杀术 水面窑这极品水灵根的天赋 去了你静月山不是浪费吗 极品水灵根 来我苍蓝山岂不是更好 来我火峰山也不错 去你大爷的柳檐 就你那座活火山 水属性灵根的人有命去 难道还有命享受吗 凑啥热闹啊你 没错 在座的各位 就属你柳檐 最不配收念姚维弟子 极品水灵根啊 想当初 我觉醒灵根时 体内没有灵 李周军 看着眼前一幕 思绪回到多年前 自己师父 为自己觉醒 测试灵根 发现自己 没有灵根时 那眼中的落寞失望 可谓是刺痛人心 兵 极品水灵根不算少 还不可以成为宿主弟子 你这话说的 搞得好像别人 愿意拜我为师似的 兵 宿主你懂什么 待会你就知道 拜你为师的人 可是踩了天大一坨狗是好吧 系统你会说话 你就多说一点 我听着